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 叫一朝天子一朝臣 我的规矩 不能吃白食 擦 蹲下擦 转来 踏着 像狗一样吃 我去你妈的 你不是嚷嚷得最凶吗 吃啊 再不手一刀砍了你 吃 你不举手 做得好 就行 我去我 去你 准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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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水月了 现在你还觉得左方过渡 但你自己无关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不起 对不起 抱歉 抱歉 对不起 长官 你好 我是马里警署的 有急事 能否查个队 你也看到了 谁不是急事 合适吗 长官 是一关共产军的事情 非常重要的情报 从早上到现在 都是重要情报 等着吧 年轻的警官 后面排队去 非常抱歉 报告长官 一定没有发现 放下 长官 连队接养人员联系不上 士兵们都可得骂娘了 怎么办 该死的殿狱长 你们过来 监狱长 大爷的 你们监狱里怎么 一粒粮食都没有 怎么回事 监狱的粮食配送 是沈阳城军区仓库配送的 三天一次 今天刚好是配送室 那粮食呢 那是不是你们 昨天晚上打仗打乱套了 人没送来 你现在必须 给我弄到粮食 行 我给他们打电话 让他们派车给你送来 快点 你 防备放这儿 快点 你们要干什么呢 明天日本人就要接受这个监狱了 我们两个人不能落在日本人手里 只有跑 合着你们要逃跑 我不跟你们跑 我就说你们把我框进来呢 你以为日本人会在乎你说啥 你这会儿就不疯了 一阵一阵的难说 谁还忘了 狗有狗的路 狼有狼的路 狼有狼的路 你已经做过狗了 你心里什么字本 你自己清楚 是要借着选择做狗 还是跟我们做狼 自己开吧 吃啊 你再煮一刀啃呢你 骂了个夸子 这是日本人 我给你们看 我给你们看 着火了 着火了 快救火呀 快点 救火 开手楷 快点 拿水来 泽了 快点停车 快点停车 走啊 走啊 没有尾巴跟上来 暂时算安全了 寸敢寸哪 审判要早一天 也不至于落得这堵天地 先想想接下来他们搬吧 你呢 城里还有人抵抗 停车 站住 你们都把枪发呀 睁开眼睛看看我是谁 老子是十列空 定律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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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哪个部分呢 我们是城里警察署的 城里先在打日本人 现在是我们警察署 在跟日本人周旋 定律长 真没什么用 什么没什么用 什么没什么用 你们是想当王国奴吗 你只想被人吓死还是被人打死啊 你只想被人吓死还是被人打死啊 老子得回去了 城里的监狱是老子的 老子们拼了命才把你救下来 你回去干啥 回去干啥 回去打日本人 打率 doll 把人杀过去 訴 来 把枪刀 兄弟们 打击军队 走 狗人 没想到老子没死吧 来 来 谁把老子地毯给换了 这事跟死人一样 老子的地毯 你们都给我滚足了 不好意思 借过 安古俊 安古俊 你不用去监狱了 赵哥为什么 都已经批准了 第一监狱来电话 发生了暴力事件 有两名犯人越狱逃跑了 部队按名单请点了人员 逃跑的 就是你要抓的那两个人 该谈的了 该这么谈啊 这是闲之前用嘴谈得太多 用拳头谈得也不少啊 眼睛看到的未必是真的 回答我的问题 少废话 给我来个痛快的 什么时候被开除党籍的 三个月前 亲娘冤枉了亲儿子 组织让你留在沈阳关场 什么时候被捕呢 八月五号 为什么被捕 我他们想单干 到黑市里弄枪了 回来的时候 碰见了日本的军罗队 鹰沟里翻了船 当治安犯抓了 刘培要去联络点 你早就知道对吗 我哪知道 你心怀怨恨 所以出卖了组织 出卖联络点 陈东酒庄送来一坛酒 你们这不是啤酒馆吗 怎么会送一坛烧刀子过来 我没定过 没事 你也下去吧 好 这个是我和老宋 单独联络的暗号 老宋 他不是在监狱吗 我也很奇怪 咱们看看就知道了 我与疯子已成功越狱 满十点 城西郊外父子标签 这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啊 监狱看管那么严格 他们怎么可能越狱呢 那现在是日本人 看管监狱啊 他还有可能是趁烂 回来日本人就够不可能了 日本人看管更严格 你们说的道理是没错 但是这个暗号 只有我和老宋知道 如果我推断没错的话 我松颜桥叛变了 蠢蛋 不可能的 老王同志 你是不是晕了 你跟老宋 那么多年的朋友 就这点信任都没有吧 是 从我心里来讲 我不相信老宋会叛变 但是 我明白了 是赵疯子 老宋被赵疯子骗了 你还记得我跟你们说过 在监狱的时候 赵疯子被日本人测反了 他才是叛徒 老宋肯定是被他利用了 我知道你很讨厌叛奴 但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慌 你要乱了 我们就没有人带领了 你要冷静啊 咱们现在别胡思乱想了 到时候去了就知道了 万一要是全套呢 万一要是全套 送来的就不是酒 而是日本先兵了 好 我们去 我们去 五十蒙熙读 下午五点 蒙熙见面 你单独来 来 到底出啥事了 要让特地加密传信 在监狱里边待的时间太长了 外面发生的时间只能靠菜 所以我要一点一点跟你合适 不管大事小事 事故举行 你全要向我汇报 总的来说 一切顺利 王振祥月日出来以后 一直在指导我们开店工作 你还别说 这舒杰同志还挺有眼光的 我要是女同志 那也在西安呢 你等会儿 你说西安什么意思 他俩是恋人关系啊 这事你还不知道呢 确定吗 确定 到什么程度 这也不好多问吧 但是我听说文文翔 已经向上级打报告了 向上级组织申请结婚 这就全对上了 刚来沈阳的时候 我就觉得书记 还有王振祥关系不一般 你是咋看出来的 你还记得吗 舒杰说在南关教堂 看见了恒烟 她以为是咱们的 联络点被出卖了 但恒烟就是一个 普通小警察 她也有可能去南关教堂 抓志安犯啊 凭什么舒杰肯定是我们的 联络点被出卖了 所以当时我就怀疑 她应该是有特殊的渠道 早就知道南关教堂 发生的事 好 那我就全明白了 舒杰肯定是之前 看王振祥用过这个联络点 然后王振祥入狱以后 他救人心急 结果把教堂的事说出来了 那你刚才说全明白了指着啥呀 到底谁是叛徒啊 接着说吧 我不知道的事情 全要一五一十告诉我 好 老宋 我很愿意相信你 还是你跟这个叛组混在一起 就算你是上级派来的 我也要代表组织 审查你 王振祥同志 你为什么说他是叛徒 你自己还没调查清楚吗 赵峰哥 你为什么说他是叛徒 你是什么时候被捕的 八月五号 组织开除了你 你怨恨在心 借着被捕的机会 投靠了日本人 对吧 我这个人 您肯天下人负我 我从不负人 对 这是我做人的原则 被捕以后 我单独被关在监狱里 受尽着目 你却和治安饭关在一起 好吃好喝 所有被核实身份的通知 不是被秘密枪决了 就是遣返回了南京 而你却一直被关在那儿 这是为什么 你这个叛徒 这不正是你跟日本人 商量好的浑水摸鱼之地吗 你有证据吗 你有证据吗 为什么在监狱里装疯卖杀啊 自己扛不住了吧 因为你被判了组织 所以想靠装疯卖杀浑水摸鱼 是什么事儿 你个别毒的 你血口喷人 上级的联系方式 你全都知道 是 我是可能知道 但我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 各条支线的联络情况 你也大概清楚 这里边本来就乱对吧 很多事情不是我主动打听 但是我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 刘沛同志的情况你全知道 但是我没出卖他 撒谎 我没有 你代表正义的没有 我根本不知道刘沛她去了南关教堂 对不对 我怎么会出卖 刘沛同志在南关教堂牺牲的时候 你已经被捕了 是谁告诉你的 是谁告诉你的 日本主子告诉你的吧 代表满州省委 叛处赵峰在死乡 没了 好 老苏 你应该给她一个解释的机会 她诬陷我 组织要还我清白 不需要这个机会了 我都已经查清楚了 她就是班图 你比以前更自负啊 虽然你这么做 是为了还我清白 但是这种事情 还是应该谨慎 希望你下次注意 我注意 但是我就这么自负 我当你是夸傲了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人物 是赶紧联系上省委 召开会议 山羊丢了 东三省马上就要乱作一团 我们要尽快联系到燕洪匡 制定下一步战斗计划 谢谢你啊 我想跟孙头只聊会儿行吗 嗯 我 我想跟你道个歉 我之前隐瞒了一些事情 其实我跟王书记 我们是猎人关系 做我们这个工作 最不需要的就是道歉 因为它改变不了一切 可能我说出来 心里能舒服点吧 你心里舒不舒服有意义吗 对我 对大字 还是对上级 毫无意义 也记住 毫无意义 我说你这人很龙血 很不敬人情 其实我很讨厌你 但那管如此 你的批评我接受 接不接受也毫无意义 我再跟你说一遍 你不适合这项工作 是我找了徐祝国 引渡了你们 要不是大串救你的话 你连古德都收不下 你还找我邀功是吗 还有什么要说的 没有 我对你无话可说 没话可说就别说 我警告你 不要给王振祥同志 坏的一声 他是一位好同志 别让你拖下了水 来 今晚八点 盛京路17号 二号开会 大川 你不是说 交通员牺牲以后 和上级的组织关系断了吗 不是 你是怎么言认的 无需制造业总 行 不该问的不问 即便问我就是好 今天晚上会有大人物要来 该你们知道的 我一定不会隐瞒 今天晚上这个人 你们一直都希望见到的 包括我 是 严谋 他是我们自己人 不清楚 他现在就在沈阳 今天晚上 就是他和省委联合开展的行动 具体地安排 我们听他们的指挥 那是不是见到上级以后 老汪和组织关系就可以恢复了 是 老汪 你听到了吗 太好了 老宗童 though 快去传单命了 就一条 安全第一 满子 ke%儿 老王同志 你带着书记 如果有尾巴 千万别勉强 一切都以萨集的安全为重 明白 里边请 今晚八点 盛京路十七号二楼 满洲省委重要回忆 据说阎雯光 要联合满洲省委 一起行动 你们判断得没错 他确实和中共有联系 今晚他会在 对他们而言 沈阳从来没有 像现在这么危险 他们疯了 你不相信我 两个问题 希望你如实回答 置物不宴 焦糖与谱 是谁倒乱断了 我们的激情烧 我清楚 那个时候 他们还不够信任我 如果我问太多的话 会暴露我自己 需要我帮你分析一下 你可以把当时的情况 告诉我 不必了 老K在哪儿 死了 怎么死的 被他的愚蠢 和急切害死了 想知道详情吗 不必了 我亲手把他杀了 我用你 我就信你 如果你想说谎 一定是一个天衣无缝的谎言 绝吻毫无意义 对吧 我就希望跟你这两人合作 干练 让我有安全感 对了 不认识 赵峰子当了体词鬼 孙岩桥把他当成叛徒 杀了 蹊跷 赵峰子并没有叛律 宋岩桥怎么会干这种蠢事 你不了解宋岩桥 我了解 这个时候 如果你选择不信任我 是很愚蠢的 去圣经路怎么走 走这里啊 后面有尾巴 有我呢 走 走 走 我们是怎么暴露的 别被你路过路走 人到去了以后 想要不要请你往洞 等大雨一拳都到齐了之后 一网大尽 记住 跑掉一个 就会千万进去 是 我们现在必须赶紧离开沈阳 为什么 孙岩桥叛变了 今天两个日本特务 就是他让日本人派来的 这说不通啊 如果太叛变了 那我们不是早就完蛋了吗 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 还是相信他 你相信我还是相信他 我按你这么来说 赵凤子杀错了 赵凤子没有杀错 他的确是叛徒 他杀赵凤子 是棄居宝帅 隐藏身份 那他为什么没有早点干掉我们 他肯定有他的企图 但具体什么原因 我现在还不知道 慢慢我会查清楚 我们现在首个任务是离开沈阳 到关内 找中央 即使这样 我要留在这里继续战斗 这里只有失联的组织和叛变的梅游员 你怎么战斗 我现在要求你马上跟我走 立刻跟我走 你可跟我走 老婆 你今天很奇怪 那当然奇怪了 老婆 昨天有一天 对 爱 死 生年 他 坏道 严雄 今晚 他一年 严雄 你今天下午去了同德中药铺 见了日本警察恒烟对吗 早要 下午四点三十七分 我和大串亲眼看见你进去 十分钟之后 恒烟从里面出来了 现在日本人 把圣经路十七号围的水泄不动 别装 我还要让你见一个人 搜巴拉 大串 剃烟 没错 我是死了 你看到的是我的鬼魂 秘密数决这办法不错 但是 怎么才能让王振祥 确定我真的是死了呢 所以我选择在晚上动手 到时候我假装没有 实际打透明的操作 你听到枪响之后 马上捂自己的左胸 摁破里面的猪血包 天黑他们看不清楚 你是不是真中假 在你王振祥书记 还没有和日本人交练之前 你和赵峰子都无法摆脱 自己身上的嫌疑 所以我和老赵 编了一出假死的戏 就是为了让那个叛徒 能够真正相信 只有我上当 你才会做出最后一击 只有你做出了最后一击 你才会暴露 对吧 王振祥 我要见省委的同志 你们没有权利审判我 那天晚上我击毙赵峰子的时候 你和他互相指正所说的一切 都是我教他说的 书杰同志 在交给徐祝国的营救名单上 有老赵的名字 只能写一个 要救全救都是战友 就算他们是通信用的暗语 没有见过面 但是他们之间也联系过 所以老赵知道书杰的身份 但是书杰并没有暴露 为什么 如果他要叛变了 有什么理由不出卖书杰呢 所以我用了很长时间 我通过反复地观察 我确定他不是叛徒 我也并不怀疑你 因为你也知道书杰的身份 但是你也没有出卖的 但我真的觉得很困惑 我想我一定是漏掉了什么环节 老宋是我的战友 王正强又 他又是我的革命导师 你们是恋爱人吧 不算是因为感情的原因对吗 书杰 躲到我后面去 我怕他们会伤人灭口 不用了 判斗是不敢杀我的对吗 判斗是不敢杀我的对吗 鉄砦 你这个小技能 有点不太对劲 满了十二分钟了 一个人都没有道 我们的人花转顿手 应该没问题 不会暴露 陈培 是不是王振祥那里出了什么问题 我觉得我们对他有点信任过头了 我怎么感觉 这家伙一直想摆脱我们呢 我出现在过监狱里 但是你也没有出卖我 这也让我很困惑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 直到有一天我开始怀疑你一切都说通了 因为你本身是一个双面叛徒 你既出卖了党组织 又希望摆脱日本人对你的控制 所以你一直在等 等一个最好的机会 跟日本人做完最后一个交易 从而能得到你想要的自由 黄正强 你该还债了 黄正强 大强给我 你在急什么 有时候不能说清楚的 你在害怕什么 他害怕还债 我不欠任何人 我问心无愧 你们根本就没有经历过 摸索经历的事情 你们根本不懂什么叫痛苦 我承认 在我意志力最薄弱的时候 我做了违心的事情 但我已经尽力 把对组织的伤害降到了最低 我不想给日本人干活 我只有利用颜红光 才能从日本人那里逃出来 回归组织 继续革命 你还要怎么继续革命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 王正强 请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 请你亲口告诉我 你不是叛徒 书姐不会跟你走的 你已经背叛了自己的信念 背叛了自己的组织 还有同志 也许你有其他的信用 但是你利用了一个 无知少女对你的痴癖 你欺骗了 你伤害了她 你利用了她 你回答她呀 你回答她呀 书不是这样的 你说话呀 她说的都是真的 我是背叛了组织 但是我没有背叛你 你知道吗 当初我想到过 我曾经想到过去死 死是最简单的 我死以后就可以一聊百聊 我王正强不怕死 我只是害怕死了以后 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爱你 你并不爱她 如果她刚才没有答应跟你走 你会杀了她吗 你会杀了她吗 你对她没有感情 你是在利用她的感情操控她 掌握着她 你不配入这个词 想要你把她弄脏 背叛了自己的誓言 你骗我 你骗了我 你们都骗我 说什么组织开会 说什么烟红光要见面 你们都在骗我 你们都是职业的人 你们都是职业 求我是傻子是吗 你老儿 温真下 你知道我们去南关教堂 拿你把钥匙 就是为了营救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组织从来都没有抛弃 我们一直都在想营救你 我们都已经买通了法官 只要你不叛变 只要你能扛住了 你现在早就放出来了 你出卖的线索 就是你最后的生机 是你自己出卖的你自己 是你把自己置于一个死亡葬身之地 啊